HELLO 大家好,剛剛我拍了一條影片 GET READY WITH ME 就是示範或分享了我怎樣化妝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記得點個短片支持一下 另外,其實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敗家戰績 其實我除了買東西之外,我也很勤勵默默清了我的扮靚產品 已經存了一大堆了 也是時候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五集的空評記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以下這一堆產品 究竟會重新再買,繼續用它 還是跟它決定say bye-bye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首先,剛剛用完這支DULF的Jai Shampoo 我會不會再買,會 因為我挺喜歡它的味道 不會很像Baptiste,有時Baptiste太公鼻 但DULF這款的味道是挺舒服、挺好聞的 當然它也可以做到頭髮蓬鬆的效果 可以吸油 我通常都會放一支在家裡 放一支在公司 這個我也推介的 唯一一樣,就是買的時候比較麻煩 因為它通常都要… 就是…在Winsons 萬寧沒有去 所以通常要去一些格仔店裡找有沒有它的蹤影 所以如果繼續有入貨的話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那我就可以去到你們的店裡買了 嗯… 接著要說三個落妝的產品 包括了Bobbi Brown的這支Sooving Cleansing Oil 大家應該都熟口熟面了 會不會繼續再買呢? 當然會 因為我覺得它尤其是落Waterproof的產品 是非常乾淨的 而且不會在搓的時候 尤其是因為是油 所以不會令皮膚有很大的負擔 那我會再買 但通常我買或者入貨的時間 都會是趁著SOGO感謝祭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記得了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Neutrogena的這個 叫做深層卸妝濕巾 那我其實隔不久都會用它 尤其是我喜歡在… 譬如去旅行 或者要出旅行的時候 我就會帶它在身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要拿著這麼大支 其實都挺不方便 所以我就喜歡用它 尤其是出街 或者是我會放一份在辦公室 那它其實都很方便的 但我就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濕紙巾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太大力的話 確實是會… 怎樣說呢 會好像扯到皮膚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 就是細細力這樣抹就好了 那另外再有呢 就是無論我用了這個 還是這個Crensing Oil都好 我之後都會喜歡用這個Masala Water 來濕一點點在這個化妝棉 然後再抹一次的 那然後我直到看到化妝棉 沒有了所有彩妝的顏色 我就覺得放心了 我已經是很徹底地落妝 那我就會正常地洗臉 洗臉、睡覺 那這樣 那所以這一隻Loreal 我自己都幾推介的 也都曾經在我的Favorite片裡有見過它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這個粉紅色瓶蓋的版本 是特別適合我們這些乾肌類 或者是敏感肌的人用 那我以前用Bowderma 我都會覺得有少少慢慢緊 但是這一隻版本 Noreal的這個粉紅色蓋的這個卸妝水 基本上我就覺得幾舒服 而且都做清潔 清潔得很乾淨 嗯 那我都用清了三支這個面部噴霧的 那其實都噴全身OK的 那首先講的就是L'Occitane這一支 那就是馬邊草味的一個叫做Fresh Summer Mist 那大家都知道我喜歡馬邊草的味道 因為會令我想起去resort、旅行、度假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當它一出了這個馬邊草味的這個噴霧之後 我就急不及待入手了 那用完這個是第二支了 那因為一次過我買了三次的 那你問我好不好用呢 那它除了味之外 其他我真的覺得沒什麼特別 就是好像噴一支水那樣 那所以沒有 那所以你問我會不會再買 我就應該不會了 那另外呢 反而我反過來想跟大家推介 就是Canvas的這一支 就叫做玫瑰水 那這支玫瑰水呢 它因為它的頭是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噴霧妝 那所以我都把它定性為一個噴霧 那但是其實它可以當是 這個收縮水用的 那你可以簡單這樣就 就是放在化妝棉上這樣輕輕地噴霧 那它隨時隨地 都可以當平時的面部噴霧 那樣去噴全臉 令到它做保濕的效果 也都可以令到妝看上去貼服一點 那這樣 那所以我自己推介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喜歡玫瑰味的話 那你一定不可以錯過 因為它那隻玫瑰味道是很自然很天然的 不是一些很artificial的感覺 那但是我最近用的那支 就是它的Canvas的青瓜水 因為我覺得夏天的時候用青瓜水 那個味道會refreshing一點 那所以我自己的選擇就是 可能是夏天就會用青瓜味 那然後冬天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個玫瑰味 那樣 還有一支噴霧呢 就是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這個MED的Pret & Pine Fix Plus 那其實我用了很多支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忘了和大家分享 那我自己是非常之推介大家 用類似這種產品的 那但我知道最近 MAKE UP FOR EVER都出了 我都買了你試了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可以幫你做到最後定妝的效果 它不一定可以說 令到你的妝容持久 但是 它是可以令到你的妝容更加合而為一 怎麼形容呢 譬如你其實塗了Pimer 塗了粉底 然後塗遮瑕膏 然後又做碎粉定妝 然後又塗胭脂 然後可能加highlight 然後又加這加露 其實妝很容易變得很厚 而且覺得是一塊塊的 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那每一次你發覺自己化妝失敗 又沒有時間再重新落妝再化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挺夠命的 因為你輕輕地來自己的臉 大概六吋至八吋 然後這樣噴一下 整個化妝品好像融合在一起 這樣就會自然很多 那我用的這個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是 少少磨砂 然後綠綠的色 就是上年它們的夏季特別版 是青瓜味的 所以再加上它這種味道 我覺得用得特別開心 那希望你快點出發吧 因為我覺得很棒 很喜歡 那但是它平時 Original的版本 即使它是原味 什麼味道都沒有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之推介 跟著講一下護膚品 那先講一些我用完之後 應該不會再買的產品好不好 那第一個要講呢 非常之不好意思 我當時就是Biofirm的 這個Blue Therapy Serum 那我當時就是 應該是跟 就是 Kind of 因為有一個Discount 有朋友仔在L'Oreal裏面做 那所以就給了一張Discount Coupon 我在那邊掃貨 在他們的Outlet裡 那我就買了這一隻 因為我聽人家說 挺好用 那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就覺得OK 沒有令到我敏感 但是就 也都不是覺得有特別的一個效用 那我自己呢 又不是特別喜歡它的眉 那所以呢 用完試過就算了 我就未必會再買 那再有另一個 我也未必會再回頭買的 就是Karen's這一隻 那叫做 Extra Firming Neck Anti-Wingle Rejuvenating Cream 那其實簡單一句 就是用來擦頸的 大家都知道呢 我的頸紋比較深 因為我 不知道啊 總之18歲開始 我就已經是 就是頸紋很深了 基本上都不是這一兩年的事 那我所以就買了很多的產品 來去試 那這一隻Karen's呢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那跟我平時去塗一個 Face Cream 然後順便塗上頸 其實沒有大的分別 那所以現在我正在試的 就是La Perry 那希望La Perry 是相對地會有用 那但是這個Karen's呢 我就覺得一般的 還有有時候我 塗完之後 我是覺得很黏的 那所以就 未必會再買了 那而另一個 我未必會再翻頭的一個產品 其實是一個Mask來的 那就是Nars的一個 叫做Aqua Gel Luminous Mask 那它呢 其實這個做法就是 簡單這樣擠在手 然後慢慢推勻全臉 然後等5至10分鐘 那它就說直接可以令到你做保濕的 那不是沒有這個功用 不過我又覺得坊間有很多產品 都會是這樣 那所以我就覺得 不特別需要買一支 這樣的Mask在這裡 那 而且價錢又不便宜 對不對 因為Nars大家都知道 那個價位不會是 很friendly的 那 那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我寧願買Skin Food一些 譬如大米Mask 或者是其他保濕Mask 其實都做到那個效果 那所以就不一定要買去 跟著下來講一下 一些我會回購的護膚產品 好不好 那包括了 大家應該都不會陌生的 就是Sunday Riley的Good Jeans 和Luna 那先講Good Jeans 那給大家一點背景資料 那我是一個乾肌 也有一點敏感的 我皮膚是幾薄的 那所以我覺得 一般都不會亂去換我的美容院 因為他們 用開這麼久的 那些 我們叫做 幫我做按摩的那些美容師 他們就會知道 我皮膚其實真的很薄 不可以做磨砂的 因為我一做完磨砂 我就會起了粒粒 還有爆了眉絲血管 然後就會開始脫皮 那但是這個世界上 我們其實每一天都會有真身死皮的 那我究竟可以怎樣去死皮呢 那當然只能夠 就是以往未遇到它的時候 我就要去到美容院 叫他們用肌幫我做 那但是自從有發現了它之後呢 我就可以大概一個星期用 早上大概每隔兩三天 就用一次這個Good Jeans 那它呢就是可以 它裡面是一個 其實第一塗上面就知道了 是很薄的一個serum的狀態 然後它就可以幫我做換膚 那也都可以幫我去死皮 那所以呢 我是非常之喜歡用它 那但是因為我本身是敏感肌 那所以我就不會日常用 我大概是隔天或者隔兩天的時候 才會用 另外就是LUNA 那LUNA呢 這一隻呢 就是Sleeping Night Oil 那它是一個油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它裡面有一個很棒的成分 就是Retnoid 那這個Retnoid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 很有效 可以幫你去... 收細毛孔 減探幼敏 去 Anti-aging 的一個成分 那所以呢 其實它有效得來呢 都幾容易刺激皮膚的 那所以我自己呢 不能夠隨便用Retnoid 那但是因為遇上LUNA 因為它放在油裡面 那所以整件事呢 就是Friendly了很多 那變成我都可以用 那而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我... 最近大家都經常都說我皮膚很漂亮 看上去光澤了很多 Smooth了很多 那其實都要謝謝它的幫手 那還有我覺得Sundie Riley 其實那個價錢不算貴 大家都知道其實 隨便買一支SERUM 如果你去什麼... Lancome Chanel 每次都過千的 那其實它們大概都是六百零七百元左右 一個價錢 我覺得其實算是... 幾公道 我唯有這樣說 尤其是它有效的話 我就覺得更加good了 那接著再講一個 我會覺得再抵抵一點 還有再便宜一點的一個... 其實叫做... 肌底精華 是不是這樣說 那就是這個L'Oreal的Youth Code 那大家都知道 L'Oreal是Own Nancum的 那Nancum有一支肌底油 肌底精華呢 就叫做Genefee 那我以前很喜歡用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那但是自從我發現了Youth Code之後呢 我就覺得... 嗯... Youth Code是... 好似啊 首先第一件事它的成份好似 那然後... 當你用下去的時候 也都看到效果好似 我覺得成份 就是ingredient list 一樣呢 不代表那個產品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可能它的製作過程是會有不同 或者提煉的過程會有不同 那但是... 這個Youth Code真的好似 那隻Genefee的 那而且它的效果也很接近 那所以我會繼續回購 這個Youth Code的肌底精華 是的 非常之推介大家可以試 尤其是你喜歡Genefee OK 那接著呢 就講一下一些底妝產品 那先講都是MAC的Pret and Prime系列 那這個是Pie Ma 那我那隻應該是粉紅色 那支出來其實真的都幾易推 那也都可以令到你的面色好像好看一點 因為我這個是粉紅色 那... 但是你問我 會不會再買呢 就未必了 因為其實市面上 真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產品 那尤其是 譬如我之前買 利維亞那一隻 那一隻 男士SOHO Notion 是的 aftershade Notion 是很像的 整個功效非常接近 那所以我就 未必會再回購 這一支Pret and Prime的Pie Ma 那另外呢 還有這兩隻 其實我... 我也發現其實 Dior都沒有再買的 那我也都不推介 首先講的就是這個 AirFresh CC Primer 那... 我之前買過他們那隻噴霧妝的粉底 我覺得其實挺好用的 但是用到最後 可能用到差不多三分一的時候 噴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不均勻 你就結果要噴在手背 然後慢慢拌上去臉上 那所以我後來都沒有再回購 那而這兩支呢 就更加我不會推薦了 那也都好在他們沒有得再買 不會再... 不會再... 不會再度大家新鮮 那... 先講CC Primer 我真的覺得沒有分別啦 CC是解Color Correct 首先我不覺得有Color Correct 的功效啦 然後Pie Ma的話 我噴完之後 又不覺得妝容好像持久了 那所以我就非常之一般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叫做 Matte Touch 那它是一個噴霧妝的定妝粉 OK 其實本身OK的 它都... 當你一噴... 即是離遠又是噴... 臉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很雲重的 這樣做到定妝效果 那而且是... 它帶顏色啦 那可以令到整個臉 都好像是塗了垂粉那樣 不過 為什麼我會不喜歡它呢 因為我忘記它是一隻還是兩隻色啦 Anyway我選的已經是001 但是當我噴完之後呢 身邊的朋友就說 為什麼你黑了的 你灑了太陽 為什麼你... 噴了些什麼... 你塗了些什麼上面 那所以我就覺得 No No 不會再回購 那也都說一句 好幸他們不能再賣給大家 那另外這個 那就是Steela 這個Sheer Color 這個產品已經停產了 那... 我只知道它停產的時候 買了兩三支來用 那結果也是用到最後這一支 那也都用完了 那它是一個挺好用的 我覺得它拍得住Laure Mercier的那一支 Tinder Monsterizer 那但是無奈地了 停產了 那所以它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那... 那... 再有就繼續說回Laure Mercier 就是這一支 叫做 Mineral Finishing Powder 那... 它都是一支碎粉 可以用來定妝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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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挺OK的 那...而且很耐用 我已經用了這麼大盐 我應該用了差不多年多的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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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 自從有了La Perry之後 那當然... 那... 那這個就被... 那... 那所以呢... 那我就暫時... 因為La Perry還有這麼大盐 那我都未必會再買這一支 那再加上... 那再加上... 那同期呢 我又買了另外一個叫 Translucent Loose Powder 還有什麼... Brightening Powder 那所以就未必有機會再試這一支了 但我覺得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確實是OK的 以一個礦物粉來講 它做定妝是做得不錯的 是好過Bare Minerals的 另外就是都關底妝事的 就是這個Magic Cup的遮瑕筆 我是在前年還是上年去杜拜玩的時候 經過Sephora入貨的 其實我覺得挺好用的 無奈地就是香港買不到 雖然現在Netaporta有得買Magic Cup的化妝品 但是都沒有這個產品 我覺得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它很透薄 它沒有Full Coverage 它不可以百分之八遮 但都可以遮到百成的黑眼圈 有時候大家會知道 其實你要遮百分之八的黑眼圈 其實你需要塗多少產品 有時候你覺得 我寧願看下去的眼睛可能透一點 不要太累就可以了 遮一點點 但是都可以看到是很pumpy 還有很漂亮的皮膚 那這一支其實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我喜歡這個遮瑕筆的頭 它是這樣的 好像鋼筆頭那樣 那當你塗上去的臉的時候 是有cooling down的效果 是令到你 我自己覺得 碰上去的那一刻是很舒服 很醒神的 尤其是大家知道 第一次試試看 就是這個Beauty Brander 那這個Beauty Brander 黑色版本 那為什麼我要塗呢 就是因為 有一下被我的指甲 不小心弄到它爛了 還有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黑色這一支是比較實的 上妝的時候沒有那麼舒服的 所以我後來買的Beauty Brander 都沒有再買黑色版本 但是我是很喜歡這些美妝蛋蛋的 因為它上妝的時候 其實挺難推的粉底 只要是用Beauty Brander 幫忙來做一個底妝 就會看上去舒服和雲巡很多 尤其是我自己相對比較 prefer 透薄的底妝 所以用這個美妝蛋蛋去做上粉底 是很自然很漂亮的 但是這隻就已經是 用了差不多年多 我覺得是時候要換了 所以我就要等了 還有其他的化妝產品 包括了這一支 其實如果你們有follow開我IG 我在有share Makeup of the Day的時候 有一輪都經常用它 首先它的造型非常可愛 我沒有特別去 在我的Beauty Favorites裡面去share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在糾結 在想著究竟我是覺得這支好用點 還是Anastasia的Brow Whisk好用點 其實我自己發覺兩支都不好用 就視乎我自己喜歡 但是這支是耐用點的 雖然它比較貴 它要200多元 200多元買一支 微不講真是有點過分 但是第一 它的造型很漂亮 而且因為它本身 譬如Anastasia的Brow Whisk 很細很幼一支 我有時在化妝袋裡 找到什麼都找不到 但是因為這個特別的造型 我一開拉鏈就看到 然後我就可以化妝 所以它有它的好處 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貴了一點 200多元 所以有機會我都會回購 但我現在就在用Anastasia 另外Nature Republic 這一支啡色的眼線筆 想回購都沒有 它就沒有再出這個版本 但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它是Botanic 即是用一些草本成份 來做的眼線液 而且它是毛筆頭 用來畫這些叫做Cat Eye 或者是Wing Light 很方便很容易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 它脫的時候是一塊塊的脫 不是化的 因為一化就會變成熊貓眼 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好像這支包裝的版本 就沒有再出了 但是我有一次經過Nature Republic 就看到它還有一個叫做Botanic的版本 但是就是綠色的 我自己用起來都覺得像的 但是不是百分百一樣 但是這支是好用的 如果你們曾經都看到 在韓國看到它還有貨的話 記得買兩支來團貨 然後這兩支其實我還沒用完 不過已經乾了 所以我就唯有扔 那在說的是Add to the House 我想現在不能買的了 因為它們的產品都 下來去去都很快 很容易是不見了 就是Proof Tan Color Eye Stick 就是它們的眼影筆 首先第一件事 我當時用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一般 因為它很乾身 塗完之後會積在眼線上 所以就不是那麼漂亮 另外就是乾得很快 這麼快就已經乾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了 也都不建議大家 再去買它們的眼影筆 坦白說 Add to the House 我用了那麼久 我沒有什麼產品 是真的覺得可以OK的 唯一就是價錢底 你純粹買來玩一下 其實都可以玩一下 就是玩一下 差點忘了說洗澡液 大家都應該很熟口面 就是這個Body Shop 因為上一次我也有說 就是它們的雲尼腩味 冬天的時候我特別喜歡用雲尼腩味 因為我覺得很棒 但是後來呢 現在我也在用雲尼腩味 但是是另一個品牌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上次12月的時候 去巴里 大家都知道巴里 一年365天都很熱 但是在一個resort裡面 他們放了很多沐浴液 很多味道 任你用的 其中一隻雲尼腩味 我覺得 因為初時我會覺得 這些雲尼腩味這麼甜 未必適合很熱的時候用 因為你覺得很軟 但是這一隻很棒 所以我就 不check out的時候 就說 你有沒有得買的 有啊 所以我就買了整袋回來 就用完兩支 這樣 那當然 在body shop 我也都重新買了這個 蜜桃味 大家 有一次 有個美女 就完全是提我 就說 現在body shop減價 我就發覺真的很大 25元 所以我又買了半打回來 先說香薰油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點香薰油 無論在office 還是在家 我都喜歡點 那TAN 是我很喜歡香薰油的品牌 那這一隻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不是這樣包裝的了 我是在舊包裝的時候買的 但是真的很耐用 那一會兒用了 我用了兩三年 但是每一次去 就是 去點 去 都是很香的 我用的是TAN 那一隻香薰油 那都是很正 而且很relax的 那我用的 叫做Woodie for Root Band 那我用的 那我用的 那我這隻叫做Woodie for Root Brand Oil 那就是 那就是 是一些很草 很草木的成分 就是我自己 如果臨份前 我就不喜歡點一些花香味的 因為我覺得太刺激 那這些這樣 一個森林的一個味道 我會覺得令到整個人好像很安靜 那他很適合 就是臨份前去聞的 那另外就是 那這一隻呢 就是阿圓的 是啦 在K11的時候買的 那我 用完的這個版本 叫醒方 是啦 那我 那我就 為什麼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 它是 那個味道 很醒神 因為它有些 這個叫做什麼 有些薄荷成分 油加利葉的味道 那所以呢 其實是 好像它的名字所說 是醒神的 所以我喜歡在辦公室點 那一早上聞到之後 就覺得很舒服 很精神的感覺 然後我就去開會了 我要講一下香水了 先講的 這個就是L'Occitane的 這隻叫做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味道 總之我曾經在我的 Monthly Favorite裡面 有提它 不過不是因為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中了淚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歡 白蘭花的香味 那所以當時 我到處找的時候 就不以為這隻都遲 因為它是蘭花味 但是一噴的時候 就發覺 第一個味道 其實不是不好聞 不過很快散 這個也是L'Occitane 所有香水的一個弊病 就是 你噴完之後 大概半粒 半粒至九個字 已經散光了 完全一丁點兒的 跡象都沒有 就是沒有人會知道 你噴過香水了 所以我不會再買 L'Occitane的香水了 而另外這兩支 我用到最後 其實我很快用完 當時 但用到最後 大概還有一滴兩滴 小小的時候 我就不捨得再用 一直欺騙自己 自己還沒用完 但是終於都 唉 因為我之前買了 Jom Malone新的香水 所以我就決定用清它 第一件事 因為它的包裝很漂亮 應該差不多三年前的特別版 包括這個 Lemon Tarte Cologne 是一個檸檬塔的味道 好正 另外這個就是 Wed Curry Cream Cologne 它是有一點點 很可愛的 它是紅蘿蔔味 但其實很棒 因為大家都知道 Jom Malone的香水 或者我叫古龍水 它們 是可以混在一起噴的 所以它這兩個 因為如果就這樣噴這個 檸檬塔的味道 就太甜了 然後這個 紅蘿蔔味 都是感覺上 又是覺得另一種 好像有點奇怪 但兩個混在一起噴 你就覺得剛剛好 所以是幾適合夏天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好像要約了一群姐妹們 去HIGH TEA的時候 你噴完這一種味 就很棒 因為真的覺得很fancy Girls Talk Best Tea的Gathering 諸如此類的一種感覺 我經常都覺得香水 會令你 想起某種場合 某種感覺 某種氛圍 這兩種香水加起來就是這樣 我一直都在等它們重新再出過 我很希望它們再重新再出這兩種味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 還有很有趣 也都很夏天 很fancy 好啦 那今天的空評記 已經是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長戲 都不會嫌悶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 comments的話 記得在我下面 comment box留言 也都希望你們會like我這條短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的instagram就是這個 記得follow我 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